不知道是否昨天去火山 然後太大風和太涼 然後今早起床 喉嚨痛到爆炸 還有鼻塞到瘋了 啊 去旅行斯尼冰 Aloha 大家好 我是Jacky 病到傻仔在酒店睡完一天之後 出發今次夏威夷之旅的第二站 Owao 歐湖島 今次住在朋友家 還有朋友可愛的一家人 做我導遊 帶我勁貼地玩進歐湖島 好 第一天的行程 我們去了幾個IG打卡熱點 第一集是我來之前已經敬期待的 Hu'u Maruhia 因為在IG上面見到這個公園 加上後面座山真是超美 實物也一點都沒有令我失望 謀殺了我的SD卡很多記憶 拍完照 騙完Like出發去第二站 這座山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呢 這裏就是很多荷里活大電影 都會來拍攝的場地 包括大家熟悉的珠羅紀公園 正式的拍攝場地 是在一個勁大的私人農場裏面 我們來到只是打卡就走了 所以在外面的公園拍完照就走了 第三站我們去到 來彈香山一定要去的 波利尼西亞文化中心 在這裏我們可以體驗到 大溪地 薩摩亞 匪濟等 六個夏威夷土著的文化 因為我們來到已經是黃昏了 所以文化中心已經關閉了 我們唯有吃個飯等待一場大型的表演 如果大家來到這裏 我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看這個 是一個名為Hard Brief of Life的表演 表演是由六個夏威夷土著文化 串連成一個故事 來展現波利尼西亞文化 整個演出的音樂 由現場樂隊和歌手演繹 震撼人心 每一個表演者都出盡混身解數 就好像向每一位觀眾 訴說他們自己的故事一樣 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歡迎來到Waikiki Beach 世界文明的 世界文明的Waikiki Beach 沙是白色白到反光的 接著那邊 就是Diamond Head 那裏 Waikiki海灘除了漂亮之外 亦都因為這裏風浪夠大 而吸引了一班衝浪外號者 來這裏衝浪 但是說漂亮的海灘 整個歐湖島都很多 不需要特意來這裏和遊客逼 Waikiki除了有個漂亮海灘之外 還有美國境內唯一一個皇宮 伊歐拉尼皇宮 原本打算進去參觀 但是因為當日暫停開放 所以就無緣了 位於皇宮對面的這座歷史建築 是夏威夷州立最高法院所在地 門口有一座King Kamehameha 一世紀念雕像 法院裏面也有部分地方 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 裏面展示了很多夏威夷不同法律歷史 我山場水丸 由香港來到夏威夷 我都要來吃Bills的Pancake 這個Full Aussie 嘩 好大份 吃肉獸一定要叫這份 好重 這個Full Aussie有番茄 煙肉 腸 有啡菇 有兩塊麵包 還有一些 這個Spinach 還有這個 嘩好大份炒蛋 炒蛋是超大份的 然後另外我們點了一個Burger 有個Beef的Burger 嘩看上去已經超好吃 所有東西都好 好精美很好吃 這裡整間餐廳呢 看上去是超舒服 整間餐廳很大間 全間都是用木做 加上一些綠色的植物 但是很漂亮 很舒服 很棒 還有我今天的Outfit 是完全不小心 配搭了這裡的環境的 這裡呢 很適合IG的打卡 如果你是喜歡 拍IG照的 來這裡 好死 這個Burger 真的超厚 平時我們吃的Burger 那個肉 是只有 這裡的三分一左右 我想這裡是 Double 也不止 是Triple Size的一個Burger 嗯 嗯 好Juicy啊 哇 你看看 這肉汁不停滴 好棒 Oh Thank you Thank you Baba 哇 這肉汁好像山洪爆發 一咬下去 那些汁 在A3的嘴裡 好 好了 到重頭戲了 哇 買個香蕉一起 補得酥 真的很好吃 很鬆軟 超棒 很舒服 有意不足 MICT 我喜歡 很好吃 M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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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完WAIKIKI HOLO HOLO完之後呢 現在就準備去Lenny的Graduration的畢業典禮 我覺得整件事完全不像去畢業典禮 完全是像去看音樂、去看球賽 大家的情緒都非常之高漲 當晚畢業禮的氣氛真的好像看球賽一樣高漲 當老師每讀出一個畢業生的名字的時候 那個畢業生的家人或朋友都會用盡全力 告呼他們的名字 在畢業典禮中 他們拿完畢業證書之後呢 現在就去另外一個Hall那邊 給畢業生的 那些Lenny其實是一個花環 越多Lenny就代表越多的祝福 多人到我和朋友完全失散了 完全找不到他們了 那現在就是靠要看那些畢業生拿著的相片 來回應他們的 Yay Woo Diploc Yay Yay Lenny的做法有很多種 最傳統最常見是用花童葉造成 但是其實任何東西都可以造成Lenny 來向對方送上祝福 只要是一個完整的環境就可以了 例如一個救生圈都可以的 今次來到夏威夷 可以參加到當地的畢業典禮 可以說是畢生難忘的經歷 旅行就是要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 才是旅遊的真意義 早晨 今天都比較早起床 因為我們準備要去玩Stand up Paddling 接著兩隻狗狗都跟在一起 YES Buster Let's go swim 除了Wikiki North Shore這裡 都是水上活動愛好者必到的地方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玩一些比較輕鬆的Stand up Paddling WOW!The girls are ready Ready 好 我現在已經搶到河的中間了 現在要準備站起來 嘩!好緊張啊!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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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有一個技巧 因為當我看著這塊板的時候 真的會搖得很厲害的 但是呢 剛才Uncle Romeo 就跟我說 他說 看直線 看出去的水平線 就沒有那麼搖 是真的 不是想像中那麼難 但是要有一點點平衡 還有一點點膽量就可以了 玩完Paddling出來海底道 浸在海水上超棒啊! 我們一起去水 一起去水 一二三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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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呢 你是不可以拿著酒精的飲品 啤酒 在街上喝的 因為這樣是犯法的 你要喝啤酒 是一定要去室內的地方 或者是回家喝的 所以他們是有這樣的瓶子 看來好像保暖壺 但其實一打開 你呢 其實可以把啤酒放進去 人家就不會知道你在喝啤酒了 那Uncle Romeo就說 就算警察來到 看到你 明知道你在喝啤酒 但是 看不到那個啤酒瓶 都當你不是喝啤酒 所以如果來到美國 千萬不要拿著 有酒精的飲品在街上喝 是犯法的 其實我們等了很久 同時他們給了很多粟米片給我們吃 吃到其實已經很飽了 然後來到 哇 超大碟 我叫了這個 Enchelada 它是有些豆 有些spinach 加上一些芝士 然後我就叫了 加了雞肉 它有些飯 我看到上面也有一塊 應該都是那些 Nachos那些 餅 來的 看上去好像很吸引 好吃 先試豆和飯 反而這個豆 我覺得 不是很適合香港人口味 It's hot 嗯 嗯 所有的食物都很好吃 夏威夷的天氣是這樣的 無緣無故會撒一陣魚 撒一陣15分鐘就沒有了 雖然我現在整個東西 都有一些魚份在上面 阿拉姆安拉購物餐廳 可以說是全個檀香山最大的購物中心 我在這裡瘋狂蕩蕩路 如果喜歡購物的來到這裡應該可以走到失心風 但我來這裡的最大目的 是為了這間大型超市target 喜歡行超市的你一定走到不捨得走 入面超大 貨品很齊全 價錢也都相當失惠 Shopping 完回去朋友家 參加他們為Lanny畢業慶祝的家庭聚餐 美國人聚餐是流行Potluck 即是每個家庭做一個菜式 然後大家Share食 當晚他們整家人有說有笑 還一起玩遊戲 真正的笑聲笑聲 滿載溫興 整件事真是超級sweet Aloha Kakaimai Ka Kakahiaka 是嗎? Kakahiaka Kakahiaka 來到旅程的最後一個小時 臨走之前 Rumi一家人 Uncle Romeo他們帶我來這個非常漂亮的沙灘 在這裡享受我最後一個在夏威夷的早餐 雖然不是說什麼很貴很fancy的早餐 但是就是他們平常都是一家人 都會這樣買個早餐 買個lunch 來這裡沙灘坐 然後喝 這樣享受一家人的時光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感動 很開心 好了 這個旅程來到這裡 就要終結了 那我會非常掛念夏威夷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給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一出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好了 下個旅程再見了 拜拜 鈴鐺 李悶 李 possess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